触诊技术第四章 手 手的特征和功能 手和足的骨性结构在长时间的进化过程中 以相同的方式进展 即便是现在这两部分骨骼之间仍然有很多相似性 众所周知 站立和双足步行 使得上肢骨骼和下肢骨骼截然不同 手的功能可以分为三大方面 抓握 触摸和手势交流 手势上肢最末端的器官 是一个具有很多精细功能的进化完整的劳动工具 描述了不同类型的抓握 包括力量性抓握和精细抓握 其中你使用食指和拇指的两指抓握是最重要的功能 视觉受损的人们靠手的感觉 就能够分辨不同的表面 材质和质地 这令人印象深刻 手的皮肤尤其是指尖分布着高密度的机械感受器 可为人们提供超凡的能力来感知微小区域的不同之处 分辨能力 手的大量感觉传入投射到感觉皮层的手部代表区域 通常在非语言性交流 手势 模仿和身体姿势相互作用时 手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家都很熟悉一些典型的 常见的和国际性的手势和姿势 比如拇指和食指接触形成一个环 其他手指在空中保持伸直或放松 表示的切OK 手部多种功能的成因 腕部和手指关节数量很多 因此大部分关节的活动性非常强 腕骨间奇妙的相互作用 是基于每块骨在手掌向前向后运动 腕关节的屈身和侧方运动 腕关节的齿偏和饶偏时的三维运动 手的两列 饶腕和腕骨间关节 使得腕部的屈身活动范围可惊人地达到180度 拇指和手指的对质 拇指与其他手指对质的能力 在很多灵长类动物中都可以见到 大多脚骨相对于其他腕骨特殊的空间位置关系 是形成这种能力的首要因素 因此休息时放松的拇指与掌面约35度 与饶侧约成15度 这两种特征结合拇指特殊的肌肉作用 使拇指对掌成为可能 不仅拇指可以 其他手指也能够完成对掌 如果治疗师观察伸直的手的掌侧面 让每个手指分别区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区区时每个指尖都朝向了万掌关节 手指的对掌也可以在拇指接触小指时观察到 拇指的指腹与第五指的指腹接触 而不是手指的侧方接触 第五指掌骨也有自己的对指肌 抓握的基础 稳定的骨性中心 运动表达和功能的多样性都离不开 稳定的基础 如果没有手中央固定的点 不同类型的抓握和力量的发展几乎不可能出现 这个稳定的中心位于万骨 万骨的远侧列和第二三掌骨底 万掌关节线的交接处 这个区域以坚硬的关节连接为特征 所有的解剖学特征 比如参差不及的关节线 复杂结构的关节面和厚厚的韧带都表明它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而不是可动性 万和掌骨的连接也组成了一个骨性的横弓 与足部横弓有相似的位置 意义和净化发育时间 这也是腕管的骨性基础 腕钩 手掌的柔韧性 腕掌关节近端与腕部及腕骨间都相互形成牢固的关节 腕掌关节远端由韧带联合连接 相互之间可以自由活动 因此手掌可以放平 有利于力量性抓握 也可以形成肥状 有利于手指的精细操作 值得一提的是 手掌没有足底那么错综复杂的小肌群 并且手部加固的筋膜 长肩膜 填生作用就是使相应肌肉长长肌收紧 选择性肌肉控制 守在中央前回初级运动中枢特定的代表区 以及最迟发育的随意运动系统传导素 构成了手部功能多样性的运动基础 即便是功能上至关重要的前状抓握 都需要由若干最小运动单位参与进行精细调控 手部治疗的一般应用 手部疾病的治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上知数后 外伤性和非外伤性问题都会涉及手部 手部骨骼独有的特征是相关的结构都紧密地排列在一起 治疗师在寻找多数临床症状来源时 往往集中在腕部或者临近腕部的近端 非外伤性疾病在前臂和手指很少见 因此腕部及其周围的解剖结构 是手部精确处诊的主要内容 手部常见疾病 关节炎 主要由风湿性疾病或外伤导致 关节炎不仅发生在腕部 还会发生在远端饶齿关节 DRUG和D腕掌关节 这一点必须牢记 以便鉴别诊断是饶测问题 还是齿测问题 活动受限 通常是制动的护股 比如关节周围骨折 当手部出现活动受限时 治疗师要做的关键事情 便是明确活动受限部位 那么治疗师应该从饶腕关节开始治疗 还是应该先评估局部的腕部 手部的不稳定性 往往是很多症状的原因 可表现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整体来说 在腕关节线处 腕中关节 腕中关节部位于两列腕骨之间的腕中关节处 腕腕关节的掌部部位 通常是内风湿性关节炎所致 局部来说 在腕骨内 这里要注意的是月骨 它由内在韧带将其固定在近侧列的手周骨和三角骨之间 如果其中的一条韧带因为外伤断裂 那么通常月骨最容易发生错位 向手掌方向移动 其他的不稳定可发生在DRU剂和腕掌关节 在理解了局部生物力学和准确定位构成关节的骨的基础上 治疗室的挑战是鉴别习惯性松弛和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 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基础是掌握基于位置和形态的局部表面解剖知识 软组织疾病 例如接见通过肌膜式和腕管段 腕部的一些长肌肉的指点 都有发生过度使用问题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的疾病包括肩脚炎、肌肩炎、附着点肌肩病 在手背侧肌肩穿过肩肩阁 在手掌侧九条肌肩和一条神经一起经过腕管 这一区域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精确治疗得以改善 神经卡压 在肘关节三条大的外周神经都有可能受压 也有可能在腕管或临近部位发生卡压 正中神经经常在腕管受压 多数腕管综合症的诱发实验 皆急于仔细定位狭窄部位实现 其形会压迫腕尺管内的齿神经 手握把麻痹 饶神经会在穿过前臂筋膜至表前组织时受压 掌握表面解剖有很多好处 治疗师可以准确地分析患者的症状 除了神经肌肉 牵涉痛往往不会出现在肢体远端 诊断的时候 除了功能评估外 患者主速的疼痛性质 往往对鉴别受损结构十分重要 解剖学和生物力学基础知识 初学者需要掌握一些重要的基础知识 以便理解局部处诊的指导说明 手和手指骨骼的结构 尤其是腕骨的名称和位置 以及手的纵向分区 跨过腕骨的肌腱名称和位置 是长肌腱保持在生肌筋模式和腕管中的 知识带的位置和尺寸 支配手部外周神经的狭小通道的位置和结构 手部骨骼的纵向分区及其临床意义 自达芬奇和维萨里奇 手部具有明确的解剖代表区 自那时起对解剖的描述就没有改变过 都是从较为简单清晰的贝特视角来描述 对于手部解剖的分区 除了我们熟悉的横向分区 将手分为腕骨、长骨和直骨外 还可以将手的骨盒进行纵向分区 这种所谓的裂的设计 也早在1937年就被描述过 这种分类是一种侧重临床方面问题的经验分类方法 每裂包含一到两个排 长骨和直骨以及相应的纵向方向的腕骨 饶侧列 这一列包括第一排和第二排 以及大多脚骨和手肘骨远端 经验显示 关键严性改变常发生在此处 手肘骨与四块临近的腕骨和饶骨构成关节 因此它控制着头状骨和跃骨的生物力学 活动性降低和骨折 尤其是手肘骨在饶侧列最常见 这一列中 拇指可以单独考虑 因为拇指的骨骼由于大多脚骨特别朝向问题 与其余腕骨分开 因此 第一列包括大多脚骨和手肘骨 中间列 是手部最主要的一列 由第三掌骨和中指 以及头状骨 手肘骨 近端和跃骨组成 除了活动性较差 临床上这一列的特点就是常发生局部不稳 尤其是月骨 会发生脱位 处于非生理性的位置 承受压力 最后 饶骨远端 是状面上的倾角 掌偏 也会促进 座位的发生 如果可以精确定位每个万骨的话 就可以通过测试月骨的关节连接 和其临近关节结构的局部活动性 来判断局部的稳定性 齿侧列 为第四排和第五排 勾骨和 第二优积 关节盘相对的三角骨 这一列活动性最大 容易导致症状发生 齿侧列的稳定性 大部分取决于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 TFC的完整性 腕骨 八块腕骨排成两个页 是腕部解剖结构的基础 从这种排列的方式来看 腕骨的尽端列特别重要 除了齿侧腕曲肌 没有其他外在的肌肉直接附出于此 腕豆骨确实应该被划分为一块腕骨 但从生物力学角度来言 它并不是尽侧列的一部分 近侧列腕骨是独立的 不受肌肉影响 意味着其功能是两个坚硬组合体 前臂远端和腕骨的远侧列之间的夹层 在进行掌侧运动伸合区和侧方运动 齿侧和饶侧外展时 近侧列腕管可以通过大的被动的附属运动 来完成这一功能 手掌侧和侧方运动由两列关节完成 饶腕关节和腕中关节 其中每块腕骨又有其独特的活动度 侧方运动的活动度取决于前臂的位置 在完全悬后时前臂远端拉紧 前臂骨结膜某些纤维收缩 饶侧腕展度数要比全悬前是小 手肘骨和跃骨通过相应的关节勾槽在饶侧 手肘骨窝和跃骨窝构成关节 三脚骨和齿骨的关节盘形成关节 饶骨相对齐纵轴有两个成脚 齿侧倾斜角和爪侧倾斜角 远侧列与近侧列形成万中关节 两列从整体来看都有一个凹形 仅在饶侧手肘骨和两块多脚骨之间的 弧面可以发生转动 因此在身外半饶侧外展时 小多脚骨和大多脚骨可以在手肘骨上滑动 在运动中末 它们会直接与饶骨远端接触 万中关节是屈股关节 可以绕着倾斜的轴线进行饶侧伸展和齿侧曲曲 称为制飞镖运动 三角球眉软骨复合体 DFC 齿侧和远端 绕齿关节的稳定性 均由DFC控制 功能将绕骨稳定于齿骨和绕骨上 承动 稳定DRU剂 主要组成 主要组成是DRU剂的关节盘 万关节的齿侧负韧带 深层的齿侧韧带和齿侧万身肌剑的剑翘 关节盘位于齿骨净突和DRU剂 绕骨关节面边缘之间 由韧带加固 DFC的边缘 有血管和痛觉感受器 因此它可以是疼痛的直截来源 是万关节 齿侧综合征的常见原因 万管的结构 两列万骨形成一个横弓 万管 列这一术语实际上很容易让人困惑 当检查师检查向掌侧 突起的骨骼部分时 就会清楚万弓的结构 绕侧 手肘骨节节和大多脚骨 齿侧 腕豆骨和钩骨钩 在钩的底部是月骨和头状骨 万横韧带包裹着万弓 形成万管 万管的直径为8至12毫米 以下结构通过万管 直伸趋肌的4条肌腱 直肩趋肌的4条肌腱 母肠趋肌肌腱 正中神经 以前 绕色万趋肌腱 也被认为是万管的一部分 走行在韧带下方 在解剖学上 被列成一个单独的通道 伸肌腱及其筋模式 支配手和手指骨骼运动的 长肌肌腱 外在 仅仅附着在饶骨和持骨的掌面和背面 以及前臂的侧面 由一个身后的前臂筋膜 趋肌支持带和身肌支持带固定 支持带维持着所有肌腱 相对于前臂的位置 即使在手或前臂大范围旋转运动时 也是如此 身肌支持带延伸到饶骨和饶测 万驱肌肌腱之间附着在肌腱金模式之相应的骨骼上 因此形成一个小的骨性纤维管 允许肌腱从中穿过 肌腱在此可以保护肌腱在运动时免受摩擦 身肌肌腱通过六个管道 这些管道被称为肌筋模式 肌腱筋模式从饶测到始测 第一金模式母肠斩肌APL和母短身肌EPB 第二金模式饶测万肠身肌ECRL和饶测万短身肌ECRB 第三金模式母肠身肌EPL 第四金模式直升肌ED和食指升肌PI 第五金模式小指身肌EDR 第六金模式指测万身肌ECU 整体定位背侧 处诊流程概要 下面从背侧开始寻找手的结构 谢老师首先要对万部大小和其近端和远端界线有一个整体印象 以便能够获取万股和长股大小的准确信息 这条师要寻找明显的骨性边缘和点 这需要治疗师具备很好的解剖基础知识 能够十分准确地定位身肌剑在剑鞘中的位置 以及每块万股的位置 初始体位 带触诊的手处于放松并维持 不办有任何肌肉活动 当触诊骨性结构时 关键的是要避开所有类型的肌肉收缩 将手和前臂摆放在同一水平上 如果这一步没有做好 表显的肌线就会有张力 妨碍深层特定结构的触诊 谢老师做于带触诊手的齿侧 万股的近端界线 扰腕关节线 近侧列万股和前臂之间的界线 标志着扰腕关节的关节间隙 特别是关节线可以定位 扰骨和持骨的边缘 技术 触诊的手指先从远端开始 这样指尖可以触碰到 扰骨和持骨头横向触诊 最有效的方法是从 手部扰左腕部凹陷 扰窝的地方开始 夏文会详细描述 从这一点横向触诊 当接近扰骨边缘时 可以触碰到一个明显坚硬的阻力 稍微向掌侧移动一点点 就可以找到扰骨净凸 这是扰骨右掌面和扰侧的分界 扰骨净凸上方是身旗筋模式 一驱基件 V字形的扰侧夫人载 从顶端走向扰腕部 手肘骨和大脱脚骨 使用相同的技巧来定位腕部的边界 从扰侧到尺侧处的 有越来越多的圆形基件 在腕部穿过筋模式 影响了向尺侧的触诊 当触诊的手指在近端 从第二列到第三列移动时 就在尺骨头水平快到扰骨时 会感到一个水滴形的 扰骨位色节节 也称为Lister节节 节节的远端正对着扰骨边缘 再往尺骨方向触摸 就是扰骨和尺骨的分界 当触及扰骨最边缘处凸起时 就到达远端扰尺关节间隙水平 可以感到两者之间的过渡 是一个小的V型的压剂 触诊结束于尺骨头远端和尺骨净凸 到达尺骨头侧面 尺侧和背侧 扰腕关节间隙的对线 若想快速根据扰腕关节间隙定位近端边界 需要找到另外一个结构 扰骨净凸背色扰骨节节的远端 与尺骨净凸可连成一线 恰能表示扰腕关节间隙的走形和定位 现已明确 关节间隙的定位并不是刚好垂直于前臂 实际上从绕色向尺侧看 它是向近端倾斜的 倾斜的角度在不同文献中的报道有所不同 这个角度大约平均为22度12至30度 标准偏差为1.5度十分小 不止此处 在尺状面上从侧面看 扰骨近端的关节面 也是从背色远端到掌侧近端角度逐渐减小的 掌面的倾斜平均为11至15度 并且因人而异 标准差为2.5度 此外 掌倾斜角度的变化取决于前臂的位置 在前臂完全悬后时 掌倾斜角度为29度 但在完全悬前时仅13度 这个部位之所以需要这么多精准的评估 是因为手法治疗中包含很多的整体松动术 这些技术可以在绕腕关节进行整个手部的松动 这样治疗师就可以对关节面如何弯曲 和其空间变化有一个深入的理解 万步的远端边界 万掌关节线 万步远端边界明显比近端边界更难处诊到 两者的初始体位是一致的 处诊手的手指仍指向近端 首先关节线位于第三掌骨底和头状骨之间 站在第四掌骨和钩骨之间 并且只能靠中间的部位完成触诊 因为再次向饶侧触诊 位于第二和第三掌骨突起的结节 无法直接触及关节线 技术 触诊手指的指腹直接在第三掌骨干 或者第三和第四掌骨之间向近端移动 直到触摸到一个凸起 这就是掌骨底 在这个凸起上可以找到一个很窄的关节间隙 正是因为如此触诊的手指需要稍微抬高 这样才能感觉到关节间隙 它是一个很窄的空间 稍微施加压一米 便可以在局部触及 这些技术也可以用来触诊第三掌骨 与头状骨和第四掌骨与钩状骨之间的关节间隙 第五掌骨与钩骨的关节间隙几乎在同一水平 第五掌骨底有另外一个很有用的解剖特点 它有一个粗笼是尺侧腕曲肌的附着点 从尽端可以很容易垂直摸到 饶测的关节间隙位于第二掌骨 可以用相同的技术触诊 如前所述 第二掌骨的尺侧面和第三掌骨的饶测面 向尽端汇迹中一个结节 类似净凸 饶测腕短身机附落在此处 若腕掌关节线与饶腕关节线一并画好了 就可以看到整个腕部的情况了 两条关节线之间的距离大概是 患者手指宽度的两倍 这是确定每一块腕骨在手背侧面位置的基础 提示 如果用手指间触诊第三和第四掌骨水平的 关节间隙比较困难的话 可以让患者向饶测做手部外展的动作 这样可能容易些 其他方向的运动 对于这个活动度较小的关节线的定位 没有太多帮助 评估与治疗提示 一旦找到饶腕关节的稳定性 它可以成为很多手法技术的定位点 指饶关节线的角度 以及掌背关节线 掌侧倾的角度 也会因此确定并观察到 图4.28演示了用于 评估和治疗腕掌关节的平移技术 其中万骨近列被推向饶测掌面 在这种情况下 治疗师可以尝试在前臂下使用一个支撑 来代替饶测倾斜 这样就可以成功地在手部远端 施加一个几乎垂直向下的力 有证据表明 前臂在支撑面上的放置 以及手法本身需要一些正确的摆位 关节精细和构成关节的骨的对线知识 背侧软组织触诊 触诊结构 饶窩 解剖上的鼻烟窩 神机腱和筋膜式 饶神经 头颈脉和饶动脉 触诊流程概要 腕部的范围和边界触诊清楚后 软组织肌腱和血管和神经 就位于手部背侧中央 触诊还是从饶测开始 在齿侧结束 明确伸肌腱的确切位置 触诊体位 患者手部和前臂放松 放在知识面上 尽量水平放置 解疗师通常做的侧方 手掌应向下方 可以精确地触诊到 腕部背侧和齿侧 如果要寻找饶测的结构 放置手部的时候 可以让小指在下方 各结构触诊 饶窩 解剖上的鼻烟窝 在腕部着测 可以发现一个三角形的凹陷 这个凹陷已被用于 触诊腕掌关节的初始体位 这个凹陷也叫饶窩 或解剖上的鼻烟窝 如果腕部有炎症 治疗师可以很容易看到 以及触诊到 这个部位的肿胀 以下结构组成了 饶窩的边界 近端 远端饶骨 背侧 母肠生肌 第三肌腱筋模式 长侧 母短生肌 第一肌腱筋模式 技术 通常相关的肌肉 必须收缩 以确定肌腱的边缘位置 并确定饶窩 患者小指尽量放在下面 助患者朝着天花板向上移动拇指 拇指伸展 如果饶窩仍不明显 可以横向触诊拇拇指伸肌腱筋的边界 拇指伸肌的两条肌腱筋在远端更加彼此靠近 饶测类的结构 可以在这个凹陷下面找到 手肘骨和大三角骨 身肌腱筋合起筋模式 作为新手 请参考图4.15 从饶测到尺色的肌筋模式 第一筋模式 母长斩肌 APL和母短生肌 第二筋模式 饶测万长生肌 ECR和饶测万短生肌 ECRB 第三筋模式 母长生肌 EPL 第四筋模式 指伸肌和食指伸肌 第五筋模式 小指伸肌 第六筋模式 齿侧万伸肌 技术 第一筋模式 患者手齿侧 始终保持向下 可以通过活动拇指肌肉 清楚地看到饶窩 在长测 大多数肌筋都可以使用横向触诊定位 然后患者可以放松拇指 肌腱速可以在尽端触及 直到感受到饶测的骨性抵抗 这就是两条肌腱穿过第一筋模式 通过知识带的地方 就在饶骨 净凸的下方 提示 如果难以感受到饶测的肌腱 拇指规律性的伸展 让肌腱重复紧张和放松 可以帮助确定 肌腱的远端部分 可以在鼻烟窝处进行分辨 母短伸肌 患者伸直拇指 腕关节保持在中立位 母肠斩肌 这条肌腱更难以触及或见到 当拇指向掌面 垂直以手掌强烈外展时 可准确触及 在做这个动作时 腕关节可以稍微放松 这条肌腱可以指导治疗师 找到第一掌骨底 第一筋膜式 是剑鞘炎最常发生的地方 第二筋膜式 饶骨塑龙背色 是进一步区别 第二和第三筋膜式的起始点 从这个点开始 触诊手指指向饶测 非常轻微的 极律性的居身手指 使用指腹直接触诊 就可以触及饶测万长身肌 和饶测万短身肌的收缩 两条肌腱 共用第二筋膜式 当患者同时收缩 这两条肌肉时 向远端触诊 大约两厘米 他们穿过母长身肌 肌腱底部之前 形成一个V型间隔 他们可以通过 相同的触诊技术 一直触摸到指点处 饶测万长身肌的指点 位于第二掌骨底饶测 短肌的肌腱 指于第二和第三掌骨底之间 万长关节线 净凸粗龙处 第三筋膜式 饶骨背侧粗龙 可作为母长身肌 肌腱的滑轮 在这里 从前臂远端开始 肌腱朝着 拇指指骨远端方向 改变方向 如果从粗龙的尺侧 直接开始触诊 拇指持续做伸展运动 就可以感受到 该肌腱的张力 第四筋膜式 第四筋膜式的肌腱 可以在母长身肌腱的 齿侧 直接触及 指伸肌腱很容易触及 只要让患者将手指 一一抬起 像弹钢琴一样 就可以做到 触诊的手指 放在肌腱筋膜式上时 会立即被肌腱 推到上方 第二块肌肉 食指伸肌的肌腱 也使用这个 肌腱筋膜式 不能单独被分离出来 提示 食指伸肌的肌腱 可以在手背侧触及 食指伸直 向饶侧和齿侧运动时 就在第二掌骨头近端 它可以直接 用手指指腹触及 有时候还能够看到 远端饶齿关节间隙 和第五筋膜式 触诊技巧 手背软组织的 进一步触诊 都是朝向齿骨头 前臂悬前放松 齿骨头侧面 有两条肌腱 小指伸肌腱 可以在节律性收缩下 与齿骨头饶侧触及 并可进一步 从近端到远端 进行触诊 它直接沿着饶侧 在远端饶齿关节下面 向齿骨头走行 第五筋膜式的肌腱 可以用来引导定位 或确认 关节间隙的位置 提示 为避免将小指伸肌和指伸肌混淆 建议使用手指伸肌的交互意志 主患者用第二到第四指指腹 对抗支撑面 然后伸小指 第六筋膜式 齿侧外伸肌 肌腱就在齿骨头齿侧 如果肌肉节律性的收缩 手部齿侧外展时伸直 可以很明显的在腕部水平感受到 沿着远端较容易触整其在第五掌骨底的附着点 将近端跨过齿骨头 该肌腱通过第六筋模式的一个浅性的骨性凹槽 如果两个手指一直放在靠近齿骨头的肌腱位置上 前臂悬后 齿骨头看上去就位于肌腱下面 手部背侧靠在齿骨头上 其实这是个假象 勾槽内的肌腱始终处于原来的位置 齿骨头依旧在肘关节的曲侧面 在前臂悬前位很容易看到和触及 在极度悬后和低阿优际不稳定时 饶侧的齿侧员会挤压或积惹肌腱 饶神经头静慢和饶动慢 一般在饶骨净突近端平均8厘米左右 饶神经浅肢通过供饶肌和饶侧万长身肌 肌腱之间的空隙进入前臂筋膜 这是前臂中部和远端三分之一的过度地带 就在第一筋模式断肌肌腹的饶侧近端 它向远端延伸在皮肤下方 可以在第二筋膜式肌腱旁感受到 技术 饶神经 首先确定拇指伸直时收缩的肌肉肌腹 手握拳包括拇指向齿侧边 并伸展腕关节 在横向触疹的手指指尖下方 饶神经会在肌腹饶侧近端滚动 可以在饶侧触及饶神经全程 首先第一次在其穿过前臂筋膜时触及 然后它跨过第一筋膜式的肌腱 在饶色远端沿着第二筋膜式肌腱走行 它到饶骨节节的距离约1.5厘米 在饶窝 头静脉伴随饶神经 从浅层跨过饶神经沟 这个地方适合进行静脉穿刺 因为静脉就在皮肤下面 而且很容易触及 当在饶窝项骨面 手肘骨施加轻微压力时 饶动脉分支的波动会变入 大约有72%的饶动脉 与饶神经半行 最后还可以触诊神经和静脉 因为它们都跨过 母肠身肌肌腱 在指腹下轻微加压 横向触诊时 神经会前后滚动 提示 肘关节伸齿 手屈屈时 饶神经的张力会增加 因为它的位置表显 所以很容易受压和摩擦 常有过紧的手镯 和较重的手表引起 评估与治疗提示 如前所述 肌腱的通道和滑囊翘 通过身肌筋膜势处 是炎症反应最常见的地方 第一肌膜势是腱炎的 浩发部位 狭窄性腱炎 常见于身肌支持带水平 或肌肉肌筋过度 地带的近端 技术 低筋模式的横向摩擦 横向摩擦 常用于 嗅发肌筋炎的症状或治疗 患者的手和拇指 首先放在无痛体位 伸直半齿偏 这可以让肌筋和滑膜翘 处于足够的张力下 以保证在加压时 它们不会处于太深层的组织 或者从手指下滑走 另一只手 扶住患者手背 稳定拇指 食指放在换侧 周指 轻微施压 放在食指上作为支撑 从长侧向背侧 完全垂直于肌纤微 加压 施加摩擦力 手指回到原始位 不加压 但保持与皮肤接触 如果是症状 激发点的话 这些技术还可以施加在 肌肉肌腱过度处 约5厘米处的位置 第六肌膜是附着肌腱病的横向摩擦 另外一手局部触疹的例子 是在第五掌骨底 指测万身肌指点 应用横向摩擦 当肌腱从近端发出 直接指于肌底部 治疗是在触及指点位置时 会遇到挑战 可以考虑以下两种方法 来帮助达到目的 肌腱必须用力向下压到腕骨 触疹手指指腹 从近端出发 停留在长骨底 肉背治疗的手 处在可以被动 触及肌腱的位置 或者前臂悬前位 都可以成功触及 真正的横向摩擦 是从长侧到背侧施压来实现 如果治疗师 想要治疗第六肌模式的滑膜翘 可以使用类似于 低肌模式的方法来处理 将腕关节 绕偏并曲曲 肌腱和滑膜是紧张的 方法是垂直肌腱势力 从掌面到背面运动时施加压力 这个基本操作可用于其他滑膜翘问题 腕骨背面局部触疹 触疹结构概述 饶侧列腕骨 饶窝的骨骼 手肘骨 大多角骨 低腕掌关节 中央列腕骨 头状骨 月骨和手肘骨的背侧定位 手肘骨和小多角骨 月骨 齿侧列腕骨 三角骨 勾骨 触疹流程概要 治疗师现在应该对腕骨和长骨的尺寸 有了整体的概念 手背部和边缘的前表软组织也能够定位 下一步是触疹软组织深部以分辨每一块腕骨在腕部的位置 因此治疗师要先弄清楚手部的纵向分区 列和排 掌骨和植骨 以及腕骨 触疹从饶侧开始在齿侧结束 初始体位 患者手和前臂放松至于支持面上 尽量水平放置 治疗师通常坐在侧方 手掌向下 以便能够精确地触及背部和齿侧 如果要寻找比较靠饶侧的结构 那么手放置时就要小指向下 各结构出诊 饶侧列腕骨 饶窝的骨 拇指向侧方伸直 形成饶窝 治疗师应该很熟悉其基建和骨性边缘 腕骨位于鼻烟窝的底部触疹 技术 手周骨 触疹手的食指从远端开始向近端触摸 直到食指到达饶窝 食指指尖此时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饶骨的边缘 食指指负此时就位于手周骨的饶侧面 提示 手周骨在手被动饶偏 尺偏的过程中的运动模式会帮助确定 手指骨在尺侧外展时 食指指腹会被顶出饶窝 而当饶侧外展时 指腹下沉会更加明显 大多脚骨 触疹大锅脚骨的边缘时 食指尖需要转一下 将触疹的手旋转180度 食指指尖指向远侧 对着拇指尖 食指指腹再次置于饶窝的浅窝内 食指尖便可感觉到 大多脚骨硬的骨性抵抗 提示 是否定位正确 可通过一个小动作来确定 当小范围被动伸直拇指时 食指尖不应该感到任何运动 手周骨在小范围饶偏时 再次消失在组织深部 大多脚骨的边缘依然可以触记 第一 腕掌关节 由于拇指腕掌关节是饶测活动受限 或关节炎的可能原因 所以它的定位非常重要 开始时 食指还在手周骨上 直接在大多脚骨上 现在将触疹的食指向远端滑动几毫米 此时若将患者拇指被动伸直 就能感受到运动 触振手指的下方 抵在第一掌骨底部 这就是绕侧关节间隙的位置 若拇指持续轻微运动的话 就可以感受到整个肌底部 如果治疗师想要找到掌面的肌底部 可以使用拇指进行背侧和掌侧运动 外展内收 拇指内收会使肌底部向掌面凸起 在这个运动中 肌底部按照局部生物力学凹凸定律的原则 进行滚动和滑动 评估与治疗提示 以下是饶测列局部触疹的几个例子 一旦定位了腕骨 就有可能在关节内从掌面到背面 特定地活动某一块腕骨 及其临近的骨 通过对比两侧便可以得知活动性方面可能的变化 及活动过度或活动受限 尤其是可以确定腕关节活动的最小范围或最大范围 比如绕侧手肘骨的分离运动 将患者的手齿侧仅靠身体以稳定手部 其老师一手抓住饶测固定 另一只手握住手肘骨的背侧和掌侧面 这样手肘骨便利于背侧和掌侧 要考虑到饶测的掌心脚之间 然后与另一只手的活动范围相比较 相似的活动度改变 也可发生在拇指腕掌关节的疼痛性关节疾病 急性肌底关节炎 这时可在腕掌关节处使用牵引手法 通过对低掌骨施加拉力 评估关节囊当前的弹性水平 对局部解剖知识的准确掌握 可以用于精确定位大多脚骨 低腕掌关节囊的横向摩擦 已经证实可以有效地缓解疼痛 但前提是治疗师能够准确地使用处诊定位关节间隙 才有可能实现 中央腕骨列 我们很难以处诊的方式进一步定位背侧的腕骨 只能从尺侧以特定的处诊手法来鉴别这些结构 正因为如此 我们需要在手背画一条引导线 并熟悉其空间关系 腕骨的边界必须画上去 技术 头状骨 处诊从远端开始 治疗师的手沿着患者的手的长轴放置 在手背侧 头状骨从腕掌线 第三掌骨肌底度开始 延伸到距离绕骨三分之二的距离 头状骨两侧的宽度 大约比第三掌骨底宽一毫米 图4.49画出了头状骨的宽度 成凸起曲线状 越骨和手周骨背侧的标记点 可以用来进一步鉴别万骨的背侧的绕骨粗笼和DiU级间隙 手周骨在头状骨和背侧绕骨粗线终点处 越状骨在头状骨和DiU级连线终点处 其他连线可以显示出越骨和手周骨的轮廓 连线时背侧绕骨粗笼和DiU级之间的间隙相连 这条线的终点就是两块万骨之间的关节线 手周骨和小多角骨 手周骨已经在绕窝处定位 越骨的边界也已经清楚 最后必须确定从绕侧到远端的具体距离 手周骨背侧的绕侧边界可以通过已知的定位 头状骨到背侧绕骨粗笼连线终点 施加轻微压力触及 直到万骨的绕侧边缘为止 助阵手指从背面绕侧滑下时 可以触及手周骨的边界 其大概位于Di掌骨底和背侧绕骨粗笼之间 从这里开始画边界向远端延伸的距离 大约为绕骨边缘到Di掌骨底的三分之二 通过这个边界可以找到手周骨和Di掌骨底的空隙 也就是小多角骨的位置 小多角骨的远端与Di掌骨同宽 大多角骨在背侧定位的描述几乎没有意义 因为它相对于其他万骨向掌侧倾斜了35度 越骨 越骨的准确定位已经有描述 大概在头状骨和Di掌骨关节间隙连线的终点 现在可以准确地画出它的位置 越骨从手周骨延伸到Di掌骨关节间隙处 并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头状骨 绕骨边缘的准确定位可以通过手区区和伸展来确定 使用一手指指腹直接触诊越骨 手伸展时感觉更加明显 而在长区区时消失并感受到绕骨的边缘 评估与治疗提示 尤其是越状骨在头状骨或者是绕骨上的活动性评估 可以在中央列越骨不稳定时为治疗时提供诊断信息 活动性通常会因为越骨和手周骨之间构成关节而受限 从而影响近侧列腕骨和腕骨整体的活动性 齿侧列腕骨 从前臂近端开始触诊 建议治疗师位于手的拇指侧 这样可以自如地接近齿侧列 技术三角骨 第一个标记点就是齿骨头 从这里可以找到齿骨净突 接下来齿骨头远端的骨性结构便是三角骨 到三角骨之间的过渡位置有一个凹陷 是关节盘的位置 当指尖感受到这个凹陷及一个狭窄的凹 齿骨和三角骨对面 三角骨就位于指腹下方 它是凸起的曲面朝向齿骨 这个凸起在饶侧外展时增加 齿侧外展时明显减小 这样就可以通过运动来正确定位 这个凹陷的齿侧边界与跃骨相连 勾画出了整个三角骨的范围 三角骨尽端和齿骨头之间的狭窄凹陷始终存在 这就是TFC复合底的位置 尤其是齿骨盘 拇指和食指可以很容易地握住 背侧的三角骨和长侧的挽头骨 与关节盘一起 相对于齿骨头做背掌方向的运动 这个运动相比之前描述的 腕骨内的运动幅度更大一些 活动范围代表着松弛程度和TFC复合体 稳定齿侧列的能力 提示 因为三角骨是齿骨头远端最突出的一块腕骨 所以原则上定位相对容易 但有时需要进行再次确认 以下几种尝试可用于确认其位置 陈老师触诊三角骨的背面 被动屈伸腕关节 三角骨在屈屈时向背侧突出 伸直时消失于长侧方向 当进行腕关节 绕齿偏移时 已有研究证时 正常的滚动和滑动都会伴随旋转 三角骨在绕偏时更加突出 而在齿偏时向长侧方向再次消失 这使得齿侧偏的范围更大 第五掌骨底部更加靠近齿骨 勾骨 勾骨在齿侧并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向绕侧头撞骨方向逐渐明显起来 它主要呈三角形 宽的部分面对头撞骨 勾骨填充了三角骨和第五掌骨底部的空隙 并且也可以在首部齿侧边缘 另一个凹陷处感受到 提示 总的来说 所有从齿侧处整骨的轮廓都是波浪状的 齿骨是凸起的 关节盘位于一个浅的凹陷内 三角骨无疑是凸起的 勾状骨感觉是凹陷的 第五掌骨是明确凸起的 如果治疗师希望把勾骨包括在局部活动性评估 或者松动技巧内 可以直接在第四掌骨底尽端定位勾骨 评估与治疗提示 手部活动度最大的地方就是在齿侧列 物理治疗师局部施压时通常使用手掌根部齿侧列来支撑身体 所以在职业训练中 齿侧不稳定将导致症状加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常建议佩戴一个特殊的手部护腕 以增加齿侧列的支撑能力 整体定位 长测 触诊流程概要 触诊腕骨和观察腕管 是手部触诊的第二大部分 前臂远端和腕部之间的过渡部位 将涵盖在以下触诊中 前臂远端总体来说是有许多韧带 血管和神经结构 组成的横断面 问题在于前臂实际的远端 骨性边界和软组织结构的鉴别 这可以通过触诊来明确 再远端的部分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手掌根部 也就是大小鱼迹汇聚的地方 这是第一至第五指内的小鸡群的骨性附着点 这个地方也就是万管所在 就是最常见的外周神经卡压部位 也是万管综合征耗发部位 它的位置和范围可以通过触诊准确定位 初识体位 触诊时建议前臂放松置于水平面上 中立位或者稍微悬后放置 治疗师位于手部一侧 触诊自己的腕骨时 这个初识体位要稍微做改动 手部要垂直放置 绕骨边缘 治疗师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和经验 以感受前臂的远端边缘 绕骨的边界仅能在几个点上触及 很多厚的基建阻碍了其余边界的触诊 治疗师只能够巧妙地绕过基建 施加轻微的压力来感觉 可再次通过绕窝进行触诊 通过垂直触诊绕测 可以发现绕骨 并在掌面跟踪基建走形 再通过绕色的净突 这样就很容易在第一肌模式 基建掌侧触击绕骨 它的边缘形状也可以很好地 在此处显示出来 须基建在很大程度上 会向前臂和持骨中间移动时 进一步干扰触诊 其实如果治疗师想进一步 触击绕骨边缘 手必须明显曲曲 最重要的是要把手被动曲曲 然后治疗师垂直放置触诊的手指 在基建进行触诊 尝试勾注绕骨边缘 如果触诊成功就可以显示出 绕腕关节线 相对于背色来说 长侧线稍微有点轻角 因此它在尺侧更加偏向近端 而在绕侧更加偏向远端 现已证实 相对于背色线来说 长侧线轻微的向近端靠近 表现为背色绕面 比长面要长一些 长侧倾斜角 不论是整个腕骨的运动 还是每一块腕骨 相对于绕骨的运动 对于手法治疗时 使用平移方法来说 都非常重要 腕骨的远端边缘 无法通过触诊来确定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 可以触及的腕骨的掌面凸起 它们将会提供 掌面腕掌关节线的相对定位 掌侧软组织局部触诊 触诊结构概述 绕侧腕躯肌和手肘骨结结 绕动脉 母肠躯肌 长肌 指浅躯肌 齿侧腕躯肌和腕痘骨 齿动脉和齿神经 触诊流程概要 患者紧握拳头 躯腕 然后治疗师检查腕部的肌腱 通常有三条肌腱可以在腕中部看到 饶侧腕躯肌 长肌 和直浅躯肌 三条肌腱和其他跨过腕关节的软组织 都可以彼此区分开来 触诊还是从饶侧开始 齿侧结束 奈特将饶侧部分的结构称为 饶侧三重畅 它们从饶侧到齿侧分别是 饶动脉 饶侧腕躯肌腱 母肠躯肌 它也将前臂长侧的 齿侧区域称为 齿侧三重畅 齿侧腕躯肌 齿神经 齿动脉 各结构触诊 患者握拳 区区 稍微持续收缩 触诊从饶侧开始 齿侧结束 先定位饶侧腕躯肌的肌腱 这是最偏饶侧的肌腱 这条肌腱在万关节区区联合饶偏时 会凸起的更加明显 当治疗时在向远端触诊这条肌腱时 他会引导触诊的手指找到一个重要的骨性三考点 手周骨节节 这条肌腱并不能够在这个节节处找到 他从节节的齿侧绕过 继而经过一个与万管分开的筋模式 穿过腕横韧带 至于第二掌骨底 饶动脉 感受饶动脉的波动 最常见的是通过触诊 确定心律的方法 在饶测腕躯肌的肌腱的饶骨平台上 就可以明显的触及饶动脉 陈老师对其走行非常熟悉 根据解剖学结构方面的知识 这条动脉仅有部分可以触及 在腕部 他向背侧分支 在手周骨节节近端进入饶窝 在第一筋模式和手周骨之间 通过母肠神机肌腱下方 继续向背侧第二和第三掌骨方向走行 通常扮行饶神经浅支 母肠狙击 饶测三重畅最后一个结构 就是母肠躯肌肌腱 与饶动脉类似 这条肌腱可以在饶测腕躯肌腱的饶测 直接触及 它会与动脉下方稍生成的组织 通过重复的曲曲 拇指关节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它的活动 肌腹的收缩可以在近端明显地感觉到 这条肌腱是通过腕管的十个结构之一 即使如果仍难区分出具体的肌腱 可以让腕关节主动地伸展 然后利用交互意志去放松腕曲肌 饶测结构总结 手部饶测触枕的结构 从背侧到掌侧 按顺序分别是 母肠身肌肌腱筋第三筋模式 背侧饶骨结节 饶测万肠身肌和万短身肌肌腱 第二筋模式 饶神经的表浅织头近脉 母短身肌和母肠斩肌 第一筋模式肌腱动脉 母肠曲肌肌腱筋 饶测万曲肌肌肌腱 掌肠肌 患者握拳时首先会看到三条位于中央的肌腱 中间的肌腱就是长肌肌腱 它跨过腕部到达长筋膜 这条肌腱在拇指和小指对峙时会特别明显 这条肌腱是一个标志性的结构 因为正中神经就位于肌腱的正下方通过腕管 长肠肌是运动器官解剖中描述过的最多变的肌肉 根据文献报道平均有15%的个体缺乳 外科医生喜欢用长肌腱作为自体移植材料 直浅趋肌 主患者再次握拳治疗师向齿侧进一步处诊 当患者选择性的在第四和第五指增加 向手掌心的压力时可以明显的看到另外一条肌腱 这就是直浅趋肌的肌腱 直浅趋肌和直伸趋肌 以及其他四条肌腱一起通过腕管 齿侧腕趋肌和腕斗骨 另条肌腱可以通过重复握拳收缩 并且手向齿侧偏 区区抗阻或手向齿侧大范围运动来触及 齿侧腕趋肌肌腱位于最齿侧 可以指引触诊手指向远端找到腕斗骨 这条肌腱很少能够看到 因为前臂筋膜在此处很软 因此需要大量的肌肉活动 并在腕斗骨近端快速的触诊才能够找到 是动脉和神经 这条动脉也不容易在齿侧触及 正因为如此 触诊这些结构需要将长侧肌腱和肌肉绝对放松 并且需要一些耐心 齿动脉的搏动可以在直浅趋肌和齿侧腕趋肌肌腱之间感受到 把指腹放在这个地方施加少量压力 接下来齿动脉穿过腕管 发出一个分支到根管 动脉的主干从长筋膜 肱穿过跨过长骨 长浅功并在此处发出其他分支 齿神经位于前臂远端 齿动脉的齿侧 将手指再次垂直放置在齿侧腕趋肌和直浅趋肌的肌腱之间触诊 这条神经有时可能会和放松的肌腱混淆 因为它们的直径差不多 当治疗师在前表垂直触诊时 该神经会在触诊的手指下前后滑动 它的位置和质地在主动手指曲曲时都不会改变 这条动脉和神经至少可以一直追踪到第三四尺的宽度 直到它们被指趋肌腱覆盖 这神经还可以跟踪到更眼端 它在此通过腕部 在腕豆骨的饶测分出两个分支 一个分支和齿神经的分支消失在腕豆骨和勾骨间的定管中 另一条向勾骨饶测走行到达手内部 在勾骨旁边也可以触及到这条神经 齿侧结构总结 前辟远端齿侧和触及的结构 由背侧到掌侧包括 小指申机肌腱 第五肌模式 伴有齿骨净凸的齿骨头和TFC复合体 齿侧万身肌肌腱 第六肌模式 齿侧万曲肌肌腱 齿神经和动脉 直检曲肌肌腱 评估与治疗提示 根本有临近的骨性结构 即腕豆骨和勾骨勾 以及表显的腕豆骨勾骨韧带组成 这条韧带起自腕豆骨 是齿侧万曲肌肌腱 两个延伸部分中的一个 齿神经在这个管内的神经卡压病变 成为车把型瘫痪 腕关节处于伸展位 手饶侧偏食 这些压力会压迫手齿侧 造成齿神经损伤 腕骨长侧面局部触疹 触疹结构概述 腕豆骨勾骨勾 手肘骨 大多脚骨 齿骨头和饶腕关节间隙 跃骨和头状骨 腕横韧带和腕管 正中神经 触疹流程概要 从长侧触疹腕骨的主要目的 就是显示腕管的位置 并且找到齿侧和饶侧的骨性标志点 然后把腕骨的骨性边界点连接起来 这样能够明确管道的范围 首先找到饶骨和持骨 然后再次触及并确定前臂的远端边界 通过指引线和空间定位 确定腕骨在腕管底部 跃骨和头状骨的位置 最后画出腕横韧带 就是腕管的顶部 初始体位 触疹长部软组织的初始体位 也是这里的标准初始体位 在手垂直放置时 通过做一些活动 可以定位某些结构 这时手部完全放松 至关重要 只有这样 腕骨的触疹 才不会被前臂远端收缩的基建 或收缩的大小鱼迹基腹所干扰 腕豆骨 治疗师首先从腕豆骨开始 它可以在尺侧腕驱基末端触及 腕豆骨一般不会被忽视 它位于小鱼迹凸起的底部 治疗师指尖垂直在其周围触疹 触疹的边缘大概形成一个圆圈 如果在手上把外周边界画出来 就会发现这个范围大的惊人 这样就会发现 从现有解剖模型上所描述的有所不同 腕豆骨将基建的拉力传到钩骨钩和第五掌骨底 在这个方面 腕豆骨可以说是唯一一块 手外在基基建附着的腕骨 因为腕豆骨明显低于其他腕骨和齿骨之上 所以它的功能像一块子骨 包含在齿色腕驱基基建中 这个基建没有滑膜翘 但它也不会承受任何来自于手或前臂 在任何姿势下的摩擦力 此外 腕豆骨位于小鱼记中央 提供了一个骨性附着点 比如小指外斩肌 当患者放松手部 然后截律性的做小指 大范围的外斩和内收时 就会变得很明显 外斩肌的收缩会向远端前拉腕豆骨 这个方向使齿侧腕驱基基建紧张 腕豆骨可以用食指和拇指固定 当手部放松时 手在远端三角骨上侧向运动 另一方面 手部大范围伸展会使得腕豆骨固定在 齿侧腕驱基基建和腕长韧带之间 治疗时可以使用这个体位 对手部施加局部压力 但有时也有腕豆三角骨性关节炎的报道 提示 可以从多个面来触诊腕豆骨 它的边缘甚至可以在腕豆骨和勾骨勾之间的空隙更宽触及 因此触诊的手指几乎可以垂直放置 腕关节放松 行为区区 如果在管内施加局部压力 会导致患者小于即触刺痛 因为可能碰到了齿神经的分支 勾骨勾 另一块在齿侧可触及的腕骨是勾骨 它可以通过其显著的凸起勾骨勾来辨认 治疗时用拇指中段的指尖关节褶皱 对准腕豆骨 拇指尖朝向手掌中心 从这个点出发 勾骨勾的距离大约等于拇指末端指节的长度 如果拇指指腹轻轻施压 就可以立即感受到勾骨勾的骨性阻力 治疗师可以使用促诊腕豆骨边缘的方法 定位勾骨勾的边缘 腕豆骨和勾骨勾组成了腕管齿侧的骨性边缘 两者之间就是根硬管 由齿神经分支和齿动脉通过 定位管也可使用垂直和横向触诊方法触及 勾骨勾的远端饶测 是神经一个分支的延续部分 也可以触及 手肘骨 手肘骨和大多角骨组成了腕管的饶测边界 这两块骨都有节节 在手掌面很容易触及 手肘骨节节在手掌软组织触诊的部分已经提过 饶测腕曲肌就是该处的指引结构 为了更加精确的定位节节 首先在手掌区区握拳时 饶测腕曲肌收缩 然后增加手饶测的张力 饶测明显突起的基建 可以指引横向触诊 找到手周骨节节这个骨性标志 通过在节节周围进行触诊 可以进一步明确定位和范围 该节节是一个圆形的骨性点 当手处在深植和饶测外展时更加明显 这要是应时刻记住 基建并不在节节上 而是通过基建指引触诊到这个点上 饶测腕曲基通过腕管附近自己的管道 指于第二掌骨底 大多角骨 大多角骨的节节在手周骨附近 位于拇指侧 与手周骨被一条很小的钩隔开 手指应该用接近垂直的姿势来触诊这条钩 这条钩类似于AC关节前方的一个V型 标志着手周骨和大多角骨之间的关节间隙 是万中关节线的一部分 这个节节也是圆形的硬的结构 基于每块腕骨在腕关节运动时遵循的 局部关节运动学的凹凸定律 两个相邻腕骨之间的运动模式可以帮助定位 中指指腹从饶测开始 指于手周骨之上 食指指腹就在其旁边 指于大多角骨上 提示 手腕先主动或被动伸展和屈曲 触诊的指腹跟着手运动 两块腕骨会发生彼此间相对运动 在腕关节伸展时 手周骨更加突出 而大多角骨则不怎么明显 区区会导致大多角骨突出 手周骨消失于背侧 两块骨之间的勾会变得更加突出 并且有可能从近端勾住大多角骨 指腹依旧放在节节上 现在把手向饶测或斥测偏 手周骨在饶偏时更为表浅明显 并将中指推离手部 相反方向的运动也会在手齿偏时观察到 腕掌关节的关节间隙 会与小多角骨节节直接延伸出 指向拇指骨 第一掌骨肌底通过拇指内收 在背色很容易观察到 在该运动中 肌底部突向掌侧 持骨头和绕腕关节间隙 现在腕管的骨性臂已经确定 并找到了构成腕管底部中央列的腕骨 因为腕骨和头状骨被软组织覆盖 不能直接触诊到 为了在视觉上精确定位 需要画辅助线和空间指向 展示腕关节间隙精准定位 在视觉上很有帮助 在前面的掌测 完整定位部分已经描述了 如何发现腕骨边缘 现在触诊始于绕骨边缘线的尺侧面 腕斗骨近端 持骨头可采用环绕的方法触诊 此外第二优积位于绕侧圆 远侧边界构成了绕腕关节间隙的一部分 至此触诊跃骨的所有要求已经达到 跃骨和头状骨 跃骨的近端边界就是绕腕关节间隙 它由绕骨净凸和第二优积间隙的预缘端连接构成 大约在这个连接终点 使用垂直触诊 中等压力 稍有耐心就可以感受到 手肘骨的绕侧关节面 手肘骨和跃转骨面之间的边界 是一个轻微的凸起 它位于绕侧腕曲肌肌肩尺侧 这也确定了跃骨向绕侧偏的范围 背色定位 第二优积的关节间隙就是绕侧边界 通过绕骨净凸和腕豆骨终点连线 可以看到远端的范围 头状骨位于跃骨正远端 沿着腕豆骨和大多角骨连接线 可在中途间接触及它 腕恒韧带和腕管 骨性结构的边缘和底部的腕骨都已经确定 加上腕恒韧带覆盖腕宫的部分 组成腕管 因为不能够精确的直接触诊 所以需要使用辅助线 以便能够精确定位 这个区域可以通过韧带的强韧弹性特征 与周围坚硬的腕骨或手掌的软组织区分开来 但还不能通过触诊来明确边界 描述过腕管的起点在月骨的远端 为了更加可靠的看到腕管 我们认为韧带必须在可视的腕骨之间 这假设也有文献支持 如果治疗师在尺侧的腕豆骨和勾骨勾 以及饶侧的手肘骨和大多角骨粗龙之间 画一连线 那么就可以清楚的看到韧带的范围 在皮肤上画线时 有两点特别需要注意 该韧带很大 该日带不是方的 更像是个梯形 齿色圆较宽 除此之外 画出的韧带范围虽然很大 但不能够误导治疗师 其实腕管骨壁之间的距离 就是小指的宽度 正中神经 除了九条基线穿过这个狭窄的腕管 正中神经也通过腕管 并且十分表显 正中神经不能全程触及 需要一些指引结构和解剖学知识 长长级标志 其在前比远端的位置 这条神经位于肌肩下面 非常表显的通过腕管 发出神经主要支配大鱼剂的动作 这条神经在腕管中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 手指 手甚至肩关节和肘关节近端和远端的运动 都会使它发生改变 手背伸60度会使其位置向远端移动 19.6毫米 手区区65度会使其向近端移动 10.4毫米的距离 手从最大伸展位运动到最大区区位 会使该神经发生总计9.7毫米的位移 甚至趋轴90度肩外展和内收 都会使腕管内该神经移动 2.5至2.9毫米 评估与治疗提示 从腕关节长侧面定位腕骨 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优点 一 腕骨的定位准确 准确地将每一块腕骨区分开来的定位 对于腕关节的治疗十分有用 例如在长侧和背侧处诊手肘骨时 处诊的手指在两侧显然并不是直接相对 在背侧时 手肘骨更加向远端延伸 治疗师一定要精确地处诊骨性标志点 因为如果定位不准确 有时候会导致阴性的临床测试结果 2.诱发卡压综合征 手部神经卡压症状 可以通过在狭窄通道内施压局部压力来诱发出来 这适用于腕管综合征和病管内的神经卡压 当进行Tenor和Tentor测试时 局部表面解剖知识就很有用 在Tenor测试中 在腕管部位扣机可诱发患者症状 1998年Tentor等描述了一种新的腕部卡压测试方法 使手腕区区在腕管处连续局部施压 手臂放好肘伸直 前臂悬后 当手腕区区超过60度时 便在腕管处使用两个拇指对其施加压力 如果在30秒内出现症状 则测试阳性 这个测试敏感性约为85% 特异性约为95% 是临床上最可靠的诊断方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